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小提琴演奏家 他的名字叫绍博 对 张绍博 对 张绍博 他的小提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 叫疯狂小提琴 你看以前他们知道小提琴怎么拉 是吧 坐在乐队里稳稳当当的 这个张绍博怎么都能拉 他的小提琴拉的是出神入化 被人们称为是疯狂小提琴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张绍博 张绍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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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张绍博 我看他演出的时候也被震撼过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然后他把小提琴这样的一种 非常高养高尚的这样的意识 他运用了他自己的一些方式 的方式来求是 所以作为朋友来讲 让我特别特别犹豫地为他高兴 是 他是把小提琴这种很高雅的表演形式 加入了自己的创意之后 使得他可以跟现场的观众 很好的互动和高峰 一下子就能够把现场的气氛调节起来 对 是这样 但是张绍博不仅要听他还要看他 所以呢 所以叫疯狂小提琴嘛 来 掌声欢迎张绍博 各位先生 非常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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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的传媒的王总、王台 还有我们的和台长都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这次来过来 专程过来来逢场 我这里带了我自己的五本DVD跟CD 发给现场的有缘的朋友 我这样我就随便一点 我往下靠到哪里 大家可以 好不好 OK 希望大家来多多支持我们的新时代电视台 还有我要上春晚 希望所有的选手能够绽放出他们的光彩 秀出他们的光滑 以后陆续会在这个舞台上为大家呈现 感谢大家 谢谢 3,2,1,Go 让我们鼓鼓鼓掌声 继续活动飞食 预设这个展望活动 一 bomber 一个月的光滑 一预线伤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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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共同期待 大家好 你是快乐兄弟 我是肖阳 我是老大丽 我要上春晚 美国海选一定会非常幸福 我们在北京等你 我要上春晚 美国海选 相信你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我是向着给人笑领 美国的部队朋友们 我在北京等待您的大海 大家好我是低谬小强 我要上春晚 来美国了 美国海选 精彩度不错过 各位选手们 加油加油加油 在北京等你 大家好我是周伟 我要上春晚的美国海选 马上就要开始了 不用问 肯定会相当精彩 我们共同期待 美国海选 возможно 咱们站在北京等下 我们 Forum censorship 在北京等下 这个算 suffered 肯定会 Vinci